只见,只见原本湛蓝的天空,也不知道何时突然风云汇聚,乌云密布起来,刚刚明明还好好的,可这天说暗就给暗了,都不知道这些乌云是从哪里汇聚过来的。 怎么回事?不仅仅天色变了,君北越站在宫门口居然感受到西北风,不是一贯的威风,而是越来越大的狂风,大有咆哮,肆虐之势。 一抹不祥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,君北越顾不上那么多,转身就往明沙山方向走去,可是风却越来越大,大的连他都使不上轻功了,狂风咆哮天昏地暗,天象突然已成,整个阿克巴楚瞬间就被笼罩在一股诡异而神秘的气息中。 不仅仅君北越发现不对劲,此时整个阿克巴楚城城里城外,尊贵到帝王,卑贱到蒲丛,所有人都发现不对劲了。 西北风明明被明沙山给挡了,可此时此刻却突然越过明沙山,吹向阿克巴楚。 要知道,百年来,阿克巴楚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狂风啊,这风不单单是风,而且还夹杂着明沙山上的沙子。 西京皇帝都顾不上君北越的暴怒了,顾不上一和大会的宾客们。 他比方才被君北越威胁着的时候还要慌张好几倍。 他伸手迎着风,须遇而已便满手掌都是沙子。 以这样的风力,这样的寒沙量来看,不到三天三夜明沙山一定会被削平的。 阿克巴楚必定会被沙子所掩盖。 西京皇帝不敢承认,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灾难,是阿克巴楚的灾难。 说列为禁忌的传言是真实的。 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正是阿克巴楚的灾难之日。 走,传令下去,启用秘密军队,遣毒,哈马巴楚城。 嗯!西京皇帝当机立断下令,皇室保守阿克巴楚传说的同时,也一直养着一支秘密军队,只有面对灾难的时候才被允许启用。 不仅仅有秘密军队,而且还有一套流传了多少代帝王都不曾启用过的迁都方案,将一切都布置得非常妥当。 是! 侍卫立马领命而去,西京皇帝这才转身要去找千千。 却发现,一缕千千,不见了。 千千哪,人哪! 他暴跳如雷,怒得险些把身旁的人给吃了。 人哪,不是让你们看着的吗? 皇上,这天,这天变得太突然了,奴才一下,一不小心让公主跑了。 胡闹,臭丫头,永远不知轻重,还不给我找。 找到了,到南城门口等着。 半个时辰,半个时辰没有找到人,你就回来。 只有西京皇帝知道传说的可怕性,这样的天色,这样的风力,这样的风云汇聚,想必半个时辰左右就会有沙漠超级龙卷风卷来。 到时候,用不了三天,就半个时辰,足以将明沙山给吹没了,足以将阿克巴楚淹没了,必须逃,而且必须逃得远远的,逃到阿克巴楚城南边一大片蛤壁滩之南的山洞里去。 祖上流传下来的逃亡路线只有这一条,否则,阿克巴楚方云百里,是兜朽想逃脱的,都会为龙卷风席卷上天,南逃被摔死的结果。 西京皇帝抱着玉玺,什么都不要了,掉头就跑。 而此时,整个阿克巴楚就像暴动了一样,所有人都往外跑,不管是知道怎么回事的,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。 全都逃命一样,蜂拥向城门。 就连阿克巴楚附近的一些戈壁滩,小沙地,小城池,也都一片混乱。 西京皇帝还算是有仁慈之心,下令军队维护并通知众人往南边走。 人群中,被前前后后左左右右,全方位簇拥着的,自然是各国帝王和政要。 西梁皇帝和匈奴皇帝还算淡定。 从来没有见识过沙漠遍天的东秦女皇,可谓是花容实色。 在秦嬷嬷的保护下,逃得最快,早把白萌萌抛到脑后去了。 而就在这混乱之中,就在所有人都顺着封往南边逃的时候, 君北越竟然逆着西北封往西边方向明沙山去。 从阿克巴处到明沙山并不远,以君北越的矫程一刻中的时间便可。 可是,今日的西北风却不是一般的大,咆哮着咆哮着,都隐隐有席卷起来,形成小龙卷风的趋势了。 在这种情况下,再强悍的高手都举步维艰。 君北越不知道明沙山到底怎么了,但是他一直都知道,这个地方之所以有明沙声,沙子之所以不被吹走,那必定是有原因的。 只是,他没有足够的时间琢磨透这个地理位置的特殊性。 如今,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他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在真正的灾难爆发之前找到他的妻子,把他拥在怀中带走,就这么简单。 然而,不仅仅君北约一人逆风而行,还有一个人,耶律千千,他也在逆风而行。 他也想找到韩子晴,他想为司徒浩南解释。 他明明知道事情发生了,再多的解释也都无济于事,可是他就是想。 然而,以他那种三脚猫的功夫逆风而行,他根本走不了多远。 每上前一步,就被吹退好几步。 他是逆风,却不是前进,而是后退。 很快,他便被侍卫找到了,强行带走。 逃亡的速度如此之快,不一会儿而已,整座阿克巴处就全都空了。 耶律千千和侍卫是最后离开的。 你放开我,放开! 我不走,韩子晴有危险,我不走! 我要说清楚,我不走! 耶律千千一路挣扎都无济于事。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呼叫救命的声音在狂风呼啸声中若隐若现。 侍卫们驻足一听,似乎听到了,可是认真再听,却什么都没有。 风越来越大,天越来越暗。 侍卫们也都害怕了,不敢多呆,直接打晕了,也屡千千扛走。 救命,救救我,救命啊! 狂风,狂风咆哮声中,确实夹杂着呼救声,不是别人,正是被东秦女皇遗弃的白萌萌。 她被五花大绑着,正准备受刑的时候,天象突变。 东秦女皇和秦嬷嬷听到消息后,就都逃了,丢下她一个人。 她知道这是个机会,天大的好机会,可是她也得把握住啊。 她被五花大绑着,怎么都挣脱不开,摊躺在地上,拼命地挣扎叫喊,都无人理睬。 她看到了无数人往南边逃去,她看到一缕千千在风中进进退退,最后被带走。 她甚至听到一缕千千一直在喊一个名字,一个她深恶痛绝的名字,韩子晴。 她也看到了那个,让她爱之入骨,恨之入骨的男人,疯狂了一样,不要命地往明沙山去。 她知道,韩子晴就在明沙山,君北月一定去找她了。 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,不要命地去找另外一个女人,她无法承受。 她咬着牙关,忍着手腕上,脚腕上的疼痛,就算是死,都要挣脱开。 她要报仇。 之前,她还害怕韩子晴躲着地着,现在她自由了,君北月放了她,宗旗女皇丢了她,她现在完全自由了。 她要去找韩子晴,这辈子见都没有见过那个女人,她就算是死,都要去好好痛骂她地居,否则,这一口气她咽不下。 爱,能让一个人坚持,同样的恨也可以。 其实爱和恨是个同一词,因爱而恨,不爱了不恨了,才是他们的反义词。 此时的白萌萌是恨的,恨得咬牙切齿。 她很早就听说过韩子晴这个名字,却从来没有什么时候,比现在更强烈地冲动,想要见她。 想要看一看,她到底哪里了不起,哪里值得君北月这样为之疯狂。 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为另外一个女人疯狂,她的心简直比被刀子一刀刀刺还痛。 韩子晴,为什么你可以得到,我却不可以? 你为君北月付出了什么? 你知不知道我为君北月付出了多少? 区区西京,还有司徒浩南帮你,打赢了又算什么? 你可知道,我才是这场大战胜利的真正功臣,可是除了家破人亡,我得到了什么? 没有人知道我,没有人知道是我帮了君北月的,而君北月竟然连看我也不看我一眼,把我丢给东秦女皇。 我恨你,全都是因为你! 白蒙蒙的咆哮,而就在这一瞬间,她爆发出浑身的内功,砰的一声,终于把一身的绳索都崩断了。 此时此刻,如果她是理智的,她应该选择逃离,迅速往南边逃。 因为此时此刻,站得高一点,站得远一点,都可以看到远处在明沙山的西北边,远远的地方,又一道冲天而上的龙卷风。 从地面上席卷到天上去,席卷到云层里,席卷了地上的一切,似乎就连天上漫天的乌云都要席卷下来一般。 那是超级龙卷风,那是足以席卷走一座山的龙卷风。 如同一个庞然大物,驻立在天地之间,急速地往明沙山这里席卷而来。 渐渐地,都感觉到她的吸引力,似乎一切都站不住了,都要朝西北方向轻过去。 然而,被仇恨和嫉妒蒙蔽了眼睛的白萌萌,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。 得不到君北岳的爱,就连她一个眼神都得不到,她早恨不得和韩子晴一起去死了。 她一挣脱开绳索,立马握紧双拳,猛足了劲儿往前冲。 她说过的,只要她没有死在东齐女皇手下,只要她自由,她一定不会让君北岳好过的。 狂风呼啸,原本往明沙山方向走,是逆风而行。 但是如今,因为那个超级龙卷风的行程,往西北方向倒渐渐没有那么大的阻力。 但是借助超级龙卷风的犀利,反倒省力轻松了许多。 白萌萌疯狂地往前走,而此时,君北岳已经快要抵达明沙窟了。 只是明沙窟这里,情况并不容乐观。 不管是子晴还是司徒浩南,都是筋疲力尽之人,他们根本没有多少力量抵抗风力。 他们连站都站不起来,两个人双手紧紧握着,蹲在沙地上。 可是,他们知道再这么下去,不是办法,因为从明沙山上吹落下来的沙子越来越多了。 再这么下去,两个人迟早会被沙子淹没了。 超级龙卷风,子晴见过,也懂。 这是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形成的一种自然现象。 他并不畏惧。 他一时间也没有想到这一场灾难会和明沙山的秘密有巨大的牵连。 他低着头,满口都是沙子,却不得不开口。 浩南,想办法去明沙窟。 其实,子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躲到地下秘室,可是这个时候根本找不到地下秘室的入口,他们的体力又走不了了,就只有明沙窟可以躲。 明沙窟? 司徒浩南不理解。 我们还是逃吧,我背着你。 这种风太恐怖了,我总感觉跳塌了一样。 在墨北长这么大,沙漠里的龙卷风,司徒浩南是见识过的。 只是,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大的风。 不得不承认,他也害怕。 对于未知的自然力量,即便你再强大都对抗不了,能不害怕吗? 天晓得那个洞会不会塌? 走,我背着你走,放心。 司徒浩南当机立断,猛地拽起子晴。 可是,就在起身的时候,心口附近的伤立马作痛,直接牵引到心脏,一下子疼得他连呼吸都好难受。 可是,他还是咬牙强忍着,不让子晴看出来。 然而,子晴会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吗? 伤在心口附近,最是不能出力气。 一旦用力过猛,命都可能会没掉。 浩南,我没跟你开玩笑,我们走不了了。 以我们现在的能耐,还没有到阿克巴楚城,背后的龙卷风就能把明沙山吹塌了,能压盖到阿克巴楚城。 我们只能躲,躲到坍塌不了,吹不走的藏身之地,明沙窟是最好的地方。 子晴伤痕累累的惨白小脸上,一脸认真。 他紧紧握着司徒浩南,以不等司徒浩南回答,猛地一拽躬身而下。 竟然把司徒浩南给拽到背上去了。 这一下子,他的手更疼了,几乎是要断掉的感觉,可是他还是忍了。 我背你,你别动。 他很认真很认真,自己都站不稳了,可是他偏偏背得起司徒浩南,因为他知道,司徒浩南的伤口只有一个,却比他还要重,还要疼。 其实,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,刚刚好赶到,或者迟了,早了。 只要他能回来找他,他就认他。 是朋友,也是亲人。 他含紫情这辈子没有多少个原则,其中一个便是,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,就绝对不允许身边的人出事。 司徒浩南快要哭了,他不敢动,生怕一动弹就会加重子情的负担,可是他在怒骂。 你疯了,快放我下来,我自己能走。 没事,挤不路,抓紧我的肩膀。 子情说得很轻松,确实就挤不路,可是在龙卷风靠近的情况下,他知道这不好走,一点都不好走。 龙卷风是逆时针旋转的,不断牵引着他们往右边去,然而明沙窟在他们左侧。 要到明沙窟,那便是逆风而行。 风力越来越大,龙卷风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靠近,阻力也只会越来越大。 子情都不敢想象,司徒浩南抵达明沙窟之后,心口的伤会加重多少。 他更不确定,在明沙窟里,他们要躲多久才能出来,才能得到救治。 所以,他只能尽量为司徒浩南减少风险。 一步一步,他咬着牙,咬着混着血迹的发丝,往明沙窟走。 而此时,明沙窟里,古嬷嬷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切,就等着子情他们进来。 那么大的龙卷风,随时都可能席卷而来,他们根本无路可逃,除了躲到明沙窟里。 而一进到明沙窟,古嬷嬷想想,都觉得美好。 就在他黑黑偷乐的时候,只见子情背着司徒浩南艰难地走了进来。 才到洞窟,司徒浩南就受不了了,他猛地挣扎下来。 他这么一挣扎,不仅仅自己摔了下来,就连子情都受不住背上的力量,跟着瘫坐下去。 两个人气喘吁吁,就瘫坐在洞门口。 可是,即便是在洞口,都明显感觉到风力小了很多很多,至少他们不会被吹走。 子情看着司徒浩南,司徒浩南也看着子情。 两个人累得,都像打了一场三天三夜的仗,皆是无力,却相视而笑。 都还没有注意到,山洞里还有其他人呢。